在山西打工的曹大哥上班时突然心慌的厉害 总是不自觉的想起独自在宿舍的女儿 最终曹大哥因为感觉太强烈 索性放下了手头的活 一路小跑奔回宿舍 原来在宿舍里共有张某正要对13岁的女儿施暴 及时赶到的曹大哥立即将歹徒控制 交由警方带走 看来真是妇女怜心呢